各位观众欢迎收看中天新闻 开放新中国节目 根据统计2015年大陆的网购市场 交易规模达到了3.8万亿人民币 增长了37.2% 也就是说看得出来 维持较高的增长水准 那么随着移动购物的快速发展 预期未来五年 中国大陆的电子商务 将超越欧美先进国家 在大陆有电商摇篮支撑的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鼓励师生共同创业 圈内人都戏称 他是电子商务的黄埔军校 台湾有一位今年即将生大三的 冯甲大学财税系学生 他叫谢元珍 他看好了大陆电商市场的远景 毅然决定休学 前往这所学校就读 希望专攻电子商务 一元自己的创业梦 而他也成了义乌工商职业学院 校史上第一位台湾学生 我没有告诉很多人 但是知道的人都很惊讶 因为他们觉得 我怎么敢一个人 因为这边没有认识的人 然后怎么敢一个人来这边读书 他是谢元珍 原本是即将生大三的冯甲大学学生 但在今年暑假 一场创业营 让他毅然决定 资深到浙江义乌 从大一新生开始 重新学起 你们俩过来了 9月18这一天 是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新生报到的日子 谢元珍成了学校成立以来 第一位正式台籍生 那时候我们参加创业营的老师 几乎都是自己有在做电商的 不是只有讲理论 所以他那时候 比如说教我们上架一些东西 或是淘宝店铺维修 都是讲得很仔细 然后感觉就是他带着你做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来这边做的话 你不用担心说 只是他都是空讲一些理论 他们都是有实战经验的 所以我就觉得来这边 可以学到很多 迎比邻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学生自发的创业风潮 让义务工商学院 决定从2008年起 开设创业学院 鼓励师生共同创业 学生不是在教室上课 就是在工作室里做生意 这8年来 已经培养出多名90后的 百万富翁 连老师们都是淘宝知名店家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是做的最久的一个店铺 就2012年开始 做台湾视频的时候 就拿出来这个店铺在做的 因为当时我们学校的 这个创业的情况 当时处于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小鬼当家 小孩子我们的这帮学生在做 我们老师其实在边上看看 那么导致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这个学生比老师还懂 就我们就指导不了他 或者是我们只能给他一些 理论上的引导 所以当时我不能接受 学生比我还懂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当时11年的时候 我带了几个学生 还有几个老师 我们一起私生合作 接到我们学校第一个私生合作的创业工作 好评数量 你店铺的信誉好评数量要达到50万 50万个好评 才就是才成为是一个 成绩为是一个金冠店铺 我们这个店马上要上两金冠了 快要上两金冠了 这是就是目前大陆这边淘宝黑糖行业 淘宝网黑糖行业 唯一的一个金冠店铺 引进台湾食品 郑老师抓转的市场与品质 淘宝金冠店铺的经验 让他在教学上 有更多经营技巧 能跟学生分享 我在我自己带学生创业的五年中间 我记忆很深刻的一个东西就是 不要打价格战 不要打价格战 价格战是个无敌洞 我们怎么样去竞争 怎么样去胜过同行 一定从我们的内涵出发 像是今年大三 经营商城小有成绩的英红 就是小学妹谢元真取经的对象 但创业路真的有那么好走吗 我记得印象很深 我们班上有一个比我还苦的男生 他的生活费是零 然后他在这边是 晚上要去做网络兼职 做打资源 然后去帮人家刷单 然后早上要上课 下午要做自己的淘宝店铺 他那个时候最困难的时候 我是眼睁睁地看着他就是 吃面包然后喝白开水 所以说那个时候 那段时间的确很难 那段时间有很多人放弃了 但是同样也正是那段时间 有很多人崛起了 曾经一度账户里 只剩几块钱进不了货 到现在事业越做越大 必须招兵买马 像英雄这样酸甜苦辣的过程 所换来的网店级别 就是创业学院 同学们必修的学分 我记得马云有一句话 大概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 昨天会很苦 今天也会很苦 明天会很美好 但觉得很多人会熬不到明天 所以说 我觉得最大的还是要坚持 想要在创业学院顺利毕业 月收入一万人民币 是最低门槛 如今每年的毕业生 有15%的人 名片都已经印上董事长的头衔 让义乌贡商学院 因此有了全球最佳网商摇篮的称号 那边就只能做那样的规模 想要做规模更大一点的 所以要来这边学习 不再甘于毕业及失业的苦恼 只身跨海来到义乌 谢元甄选择了一条 离创业更近的学习道路 尽管两岸间因为九位共事的议题 关系极动 但是已经连续举办三年的 这台合作周 仍然以东引台资的战略 深化推广合作 那么其中这台会 向台湾年轻学子招手 提供了实习就业 还有创业机会 并且邀请两岸新媒体人 到杭州跟义乌 感受电商的发展趋势跟魅力 大家光是看到阿里巴巴 在电子商务的整合力 还有企图心 就让大家充满了无限想象 要谈起创业与创新 马云永远是所有人心目中的典范 与代言人 就在马云获得联合国邀请 担任贸易和发展会议 青年创业与中小企业 特别顾问的这一天 所有这台合作周 邀请了两岸新媒体人 正好来到阿里巴巴总部参访 大荧幕上一句 亲 欢迎您的这个亲字 不仅直接拉近了所有人的距离 更倒出了阿里巴巴王国的影响力 大数据的核心在哪 它不光是数据的多 或者数据准备的繁殖 它更多的是背后的思考 数据挖掘在算访 与其说参访 不如说是来到阿里巴巴总部朝圣 更为贴切 云计算大数据不再习奇 2016年4月 阿里巴巴小AI 成功预测我是歌手总冠军 更让所有人对未来充满无限好奇 今天我们做的这一件事 五个月前做的这一件事 一个巨大的突破在哪 它能够理解人类的感性思维 它没有期待 但是它可以多多你的心 他说我超速了 体验VR运用的最新技术 这一台即将量产上市的原型车 就放在梦想小镇 湾溪加速器的办公区域内 我的妈呀 好累喔 还好一点点 因为有那个荧幕的画面 还蛮真实的 蛮真实的 我会杯水 由互联网创新创业的代表 各推CEO方毅 与担任天使投资人的妻子张杰 所共同创办的湾溪加速器 是梦想小镇里知名的圆梦基地 他主要服的对象 就是想要创业的大学生 我们可能更多主要偏向于说移动互联网或互联网创业 或者这种比如说智能硬件啊 或者包括VR这些新兴领域 科技上面我们能帮得上马 亲自介绍这个可以实现梦想的原地 方毅鼓励年轻学子 勇敢提出梦想 也给了两岸青年最中肯的建议 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千万不要太多的关注自己我想要什么 但要创业可以 你在做产品的时候 第一或者80%都一定要想到说 你的用户和客户需要什么样东西 老百姓到底是 他肯定是希望东西好 价格还要便宜 我也得消费得起 我觉得要建议的话 就是说从这个做东西来讲 除了这个降薪 这是台湾非常擅长非常棒的之外 我觉得更加关注客户的需求 和他的心理把握 顺应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 包括梦想小镇 基金小镇 都是浙江近来主打的特色小镇之一 以连续举办四年的这台合作周 今年更向台湾年轻学子招手 以两岸学子都向往的杭州为号召 希望透过不同特色的小镇平台 提供台湾学生 实习就业与创业的机会 除了电商参与 也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创业项目之一 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呢 跟明星陈妍希还有小S有关 这两个大明星有什么共同点呢 答案是 他们都看上了大陆餐饮的商机 找了两个80号的台湾闺蜜合作 那么针对不同的课层 开了甜点还有下午茶店 在大陆发展短短四年 三个品牌展店17家 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扩张 还成立了文创公司 鼓励女性创业 跟我们一起去哪里 先去屋里 先去屋里 屋里 哈喽 我们在直播 可以上个镜吗 哈喽 两位超嗨美女 拿手机直播饮料课 别以为她们是想赚宾式的 网路红人 出来了 跟妈妈说哈喽 上电视 你比电视机好看 现在电视都比较宽 所以放得下你 姐姐们面对20多岁的学员 火出去了 因为年轻人 正是她们的目标族群 有90号吗 95号 这么骄傲 今天预毒量一层的高 我今天可以得到法拉利了吗 很有喜感的Michelle 跟沉稳Stephanie 其实是这家下午茶店的老板 她们跟潮流APP跨界合作 提供场地食物 让对方办活动 吸引男女来呈现 然后过夜我们大概挑五猪左右 因为晴天甜点和咱们调的这酒 非常配 其实我平时也喜欢吃这些甜点 因为对 因为女孩喜欢吃 男孩喜欢吃的话 这样好追女孩 屋里这个APP 其实专门为了90号设计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品牌 是可以跟得上这里的潮流的 然后就是多一点线上的曝光 两位80后的超级好友 相交二十多年 联手把爱吃变成了生意 明星好友更请她们打造 舌尖上的甜蜜 她们不仅私人订制 陈颜希的婚礼蛋糕 反正她在套的东西很好 然后她们这个爱情真的是 就让人很感动 所以我们那时候做蛋糕 就是觉得 应该就是有点像爱情 然后升华开花 连小S进军大陆餐饮业 真正的幕后经营者 也是她们 明星加持让姐妹们俩更受瞩目 但一切都得来不易 原本不爱进厨房的女生 看上北京下午茶商机 为了创业准备六年 我还是负责好吃 然后还是负责好看 叉花就是你好像需要知道东西层次 然后什么东西可以摆在哪里会好看 所以我就去学了半年 看来焦如的Stephanie读平面设计 专门监工跟公投打交道 Michelle则考了表花师 跟国际咖啡师执照 她们赋予餐饮故事 从浪漫的棉花糖吐司 到六种口味的环游世界饮料 有一股淡淡的那个玫瑰的味 就在一线玫瑰花海当中 除了抓住顾客心 标准化也是关键 有一个三宝就是微波炉 磅层跟即时器 因为我觉得任何东西 它都需要被量化 那这样是最好被管理 她们还单独成立文创公司 联合各个女性品牌 举办花艺 摄影等课程 以生活美学 凝聚女性社群 我们希望跟我们的粉丝 资源年纪 我们还有一些专业的课程 然后让我们的粉丝 从C端的顾客 他会变成B端的顾客 变化变成一个女性创业联盟 或者是我们所谓 现在中国说的资源共享 短短四年 她们旗下三个品牌 全大陆开了17家店 光北京六家指引店 一年业额高达2000万人民币 上冲1亿台币 明明有外貌 却要靠实力 最难熬的是跟另一半分隔两地 分开三年都在北京 然后她都不在北京 然后所以她就说 对 必须要住在一起 但再怎么累 看到心肝宝贝都值得 你要上电视就稍微做认真一点 好吗 对 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 干杯乾杯 乾杯 有心经营家庭跟事业 闺蜜甜点 吃在嘴里 才能填在心里 一场音乐会当中呢 观众看到的通常是 舞台上的完美呈现 但其实在台前幕后 有很多的准备细节 才是让演出能够顺利的 重大关键 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 有一位钢琴调音师 那么他的名字很特别 姓鱼 单名一个快 这位于快呢 对于大剧院内有将近70架钢琴 如数家珍 每次演出前 他要按照每位音乐家的不同喜好 来挑选钢琴 然后再把钢琴的音质音色调整到位 从07年国家大剧院落成到现在 于快呢 已经为300多位国际级的音乐大师 进行了调音符 我叫于快 在国家大剧院工作已经12年了 目前是负责国家大剧院的乐器管理 国际级钢琴名家到各国演出 都必须仰赖演出地提供的钢琴 来展现完美的一面 钢琴音色到不到位 就要靠像愉快这样的调音师 来为音乐家服务 这一天 北京国家大剧院迎来的是 素有钢琴女神之称的 法国钢琴家 爱莱大格里默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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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丽默是有一种 这种非常严重的强迫症 他一定要有三台琴在舞台上 他挑一台 我当时其实是擅作主张 就是给他留了两台琴 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会选中那一台琴的 但是后来竞技公司来了以后就疯了嘛 他们就觉得这样不行 这样绝对不行不行 然后后来 对 当然我还是把那台琴 为了安抚那个经济跟素的人 我们还把另外一台琴升上来了 但是虽然后来果然不出所料 就是他还是选了 那个两台琴中的那个 我认定的那一台 对吧 经过判断的 因为他之前来过 他喜欢什么样的音色 他喜欢什么样的触感 我是知道的 对 他问我能多少时间 我说要给我二十分钟吧 然后他还挺满意的 然后就走了 好的好的 钢琴家每次要来 就是你要先为他准备一台钢琴 可能你对跟他不熟的情况下 可能要考量的因素就是两个 一个是 一个是他本人 一个是作品 一个是作品 另外一个是演奏形式 刚才我说的这两个 然后可能你要是认识他的话 原来接触过他 熟悉他的话 应该就比如 还有第三种方式 你去给他 帮他选一台 他比较喜欢的 他个人比较喜欢的东西 作为北京国家大剧院 乐器管理的第一把手 愉快就是他自己的一套 对声音的坚持 你可以去 无限级的去追求 那个完美的声音 但是可能 你已经做到了99% 你为了那1% 然后你又去付出了 200% 300%的体力和代价 所以我觉得最难的 可能就是条件是最难的一点 就是这个1% 就是金字塔尖上的这个1% 怎么去权衡这个1% 大陆有句顺口6 叫不登长城非好汉 不到胡同会遗憾 那么胡同指的就是 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街巷 漫步其中 你就像是在看一本百科全书 体察北京的过去与现在 胡同里面握虎藏龙 有说不完的故事 那么胡同文化游 现在则是大受游客的欢迎 各式各样的体验 让游客们画金句脸谱 看豆蟋蟀 体验老北京的生活 还有台湾人在这里开启了繁体字私塾 你可以边喝咖啡边学着写繁体字 绕过蜿蜿胡同走进四合院 不修蝙蝠的老大爷出门迎客 宫龙活性的直体语言 Archives 蛮龙活性的直体语言异语双关 动物的澳洲游客哈哈大笑 他是北京知名的豆蛐蛐高手 蛐蛐又叫蟋蟀 都在秋天比赛 冬天就玩咕咕 比较生大笑 你好 你练多久了蛐蛐 五十多年了 他在跟我一起睡觉 豆蛐蛐的历史追溯到敏感 老北京曾经的寻常玩乐 如今已不复见 萧续中的文化 也成为胡同体验的卖点 属于蓝色的三角瓦脸 还有一个红色 钢墙里面透着工厂 看不懂京剧没关系 老师先教画脸谱 胡同不只蕴藏千年文化底蕴 也记录着时代变迁 这个酱子你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现在还买这边 这间成立于1956年的富士店 以前都用粮票买食物 大刚子装的麻将 70年代的广告画 都算正典之宝 想深入了解胡同文化 就得跟着不同冲而走 平民呢 就是他会行走在平民 百姓之间 然后我们会称他会冲 大陆有句顺口溜 不上长城非好汉 不到胡同会遗憾 胡同文化有顺行 旺季时游业这一天 只能进账百万台币 规本了很多游客 喜欢去的南罗古巷 其实旁边的胡同也别有洞天 比方说上这家 没有门牌的小店 一定来看有很多的书籍 甚至有甜点及咖啡 宁为是一家简单的咖啡店 其实你再往里面走 你会发现呢 里面有很多学生坐在里面 而且老师还在里面上课 上的是单题字 台湾的规定是要有这一点 有很多当部件 当偏旁的预置 是没有这一点的 老师讲解繁体字由来 跟简体字部首转换的差异 大陆学生好好奇 就像日历的历 还有历史的历 现在简体都是通用嘛 然后发现 这个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 好有趣 就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帮学生打开新世界的 是这位有20多年经历的 广告人 文字是超越政治的 它甚至是超越文化的 爱阅读更爱文字 因为厌倦千篇一律的生活 学历2004年出走北京 我父母最常说的是 阿爸你是跟钱有仇是不是 我怕能一天到晚都跟我讲说 这咖啡馆最大的问题就缺减 我们因为从25本书开始 所以我们天天都在进步 广告业薪水再高 挡不了他骨子里的叛逆 学历2009年起在网路上卖书 前三个月只卖了三本书 2011年开了咖啡店 客人写一张繁体字笔顺单 就打九折 现在用电脑 用手机都越来越多了 然后感觉就是提笔王子 然后在写的过程中 其实挺让人家能静下来 在人手一击的速食年代里 书写变得新有 难得掀起恋爱这几个字 好像人也融入文字当中 分享繁体字之美 收藏一本值得一生阅读的书 小店吸引无数之音 当繁体字碰上胡同 文化畅越纷扰 惊喜无限 各位观众 你所收看的是中天新闻 开放新中国节目 继续带你快速掌握 大陆的热门话题 我们首先来看 大陆近来严打炒房 包括了北京 杭州 南京等多地 都推出了现代限购令 但还是到处都是抢购人潮 让售楼处的大门都给挤破了 另外大陆10月1号开始 有一批新的民生规定上路 其中像是Uber之类的 网约车司机要正式纳入 出租车的行业统一管理 还有新的网络食品 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中规定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也必须要对所承接贩售的食品 负起连带的责任 也就是说安全把关又多了一道 也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